当你在一个西瓜上绑上100根橡皮筋 会发生什么呢 大美和小美是一对塑料姐妹花 为了能够整顾对方 于是他们准备来一场100次挑战 我猜你一定打不出这个字 第一个挑战是用100个橡皮筋来切西瓜 双方已经戴好手套 随后就开始疯狂套西瓜模式 两人都来是汹汹 就在第89根的时候 西瓜直接爆弹 难以想象 这万一是人类头部会发生什么 第一个回合算是平局 随后大美在吃泡泡糖 这时小美也想吃 但是大美并没有打算给 小美十分生气 于是在想你不是爱吃吗 那不如直接来个泡泡糖大赛 接下来100次挑战真正开始 这可把大美直接整不会了 只好张开了大嘴声啃了起来 但还是差了一点点 大美已经到达了极限 只好认识 这一局小美获胜 第二天是小美的生日 大美特意准备了一件大礼 小美以为大美良心发现 万万没想到刚拆开礼物 发现里面有一张100次挑战卡 小美会迎来什么挑战呢 小美开始撕开礼物 结果里面又是一层包装纸 就这样小美 无论是用手撕 还是用牙撕 躺着撕坐着 撕没想到 还有如此厚厚的一叠 这让小美更好奇里面装着什么宝贝 竟然如此神秘 随后小美打开礼物盒 没想到里面只有一张祝贺卡片 这让小美直呼双Q 然而 让人更绝望的是 大美竟然吃完了所有的蛋糕 过完生日 两人打算去野餐 没想到手柄突然断了 仔细一看 上面居然被贴着蓝色的胶带 大美看到盘子和手机上 全是蓝色胶带 再看看玩得不亦乐乎的小美 气不打一出来 上去就读过小美胶带 让她体验了一把一百层胶带的惩罚 可真是太惨啊 小美打算回家后 化一个美美的妆 安慰自己 正在涂眉毛膏的时候 突然大美抢过了眉毛膏 涂在了自己脸上 这让小美很不服气 于是 又开始涂眉毛膏一百次的挑战 大美瞬间感觉五雷轰顶 大美心不甘情不愿的一层又一层的涂着 表示 今晚还要跟心动男嘉宾约会呢 终于大美完成了挑战 洗掉了眉毛膏 化上妆 她准备出门和心动男嘉宾约个会 没想到大美刚到 心动男嘉宾 就被大美这个李逵的形象吓跑了 这不是纯纯的不作死 不会死吗 小美正在护理头发 大美看到后 一把将小美的护发素 往自己的头发上涂抹 小美十分生气 于是决定 让大美再尝尝未经允许 那别人东西的恶果 她在护发素里面加了蓝色墨水 随后向大美发出了一百次挑战 大美不以为然 狂刺狂刺就是往头上一顿抹 一百层涂抹完毕后 大美迫不及待去洗了头发 将护发素全部洗干净 洗完后 大美摘掉毛巾 她的头发居然被染成了蓝色 这让大美瞬间惊慌失措 如果是你你会玩什么样的一百次挑战呢 蛋糕 说什么 我是不是也还好 觉得好像不一样好 都安排�し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